向有心生,一切就在一面中 大家好,我是云鹤 今天我们来继续分享 如何从或长或短的人中面相看命运 我们上节讲过 人中深长和人中短浅的面相的性格和命运 那么下面呢 我们要结合人中或长或短 那人中的面相呢 我们看一看具体的他的性格命运到底是怎么样的 一是呢 人中深长的 我们看看人中深长的这个命运到底怎么样 那么人中深长的呀 表现为上嘴尘也偏长 那么这种人呢 心机破身呀 足之多谋 善意勾划 善意勾思策划呢 这个事情 在一个群体当中呢 能够很早的就爬到很高的位置 可以呢 容易上位啊 当然我们前期也讲过 人中深长的人也代表了一个人精力旺盛 身体素质好 而且呢 生育能力强 子存多 也代表了呢 一个人很容易长寿 所以我们也看一看呢 很多啊 这个有地位的人 那么他的人中啊 基本上都是深长的 啊 所以说呢 与这个人中深长的人交往啊 呃 要小心谨慎啊 更不要呢 为之啊 预之为敌啊 不难的话呢 有一天 一旦伤未啊 就容易啊 这个 使得及后悔 那么第二种呢 是人中短浅的 那么人中短浅的人呢 做事情啊 可以说呢 就是说心的标记啊 容易呢 这个啊 发脾气啊 呃 做事呢 也是啊 这个啊 忽快忽慢啊 高兴了啊 起来了 不高兴的就下去了 而且呢 遇到事情 往往呢 稍微思考 就辅助行动 啊 就是说一个 真心来吧 呃 属于呢 有口无心的人啊 不会算计人 那么相对来讲呢 这样的人啊 应该说呢 必要有人情味 而且呢 好相处 但是啊 像人中短浅的人呢 我们也知道 他的生意能力 不是很好 然后呢 身体呢 也容易脾落多病 性格呢 有点急 心得苦快 那么要缺少呢 这种这个 啊 策划 思考 和谋划能力 所以像这样的人的话 他的智力啊 大家耳朵如果说是 又小又薄 那么也 表明了 智力 也不是很高 那么学历啊 这个学识 思考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那就受到影响 所以这样的人 就很难啊 做成大事 试想啊 如果一个人身体不好 体落多病 是吧 性格呢 又急于怒 容易发怒 而且呢 这个 这种呢 他又缺乏这个 这个 分析和 见识问题的能力 容易被呢 其他人呢 这个 说 哄骗 那他怎么能够 这个上位呢 怎么能够 做成大事 所以这样的人呢 很难做成大事 好 今天呢 我们对于这个 人中啊 长短 那么具体的这种 运势啊 进行了分析 当然 相不独论 我们要结合 其他方面 要综合一关 因为呢 我们知道 一关成十年之贵啊 所以呢 单单是一个啊 这个 公卫 一个呢 器官啊 胜得不好 那么我们就判定此人呢 医生是这样 那么这样的话 显然是实施呢 这个 偏执 所以我们要综合起来 进行分析 才能够啊 对 这个 起面向呢 进行一个 全面 深刻 啊 正确的一个判断 好 今天我们就分享这么多 那么由首相面向 混合的朋友 欢迎私心交流 谢谢收看 下期再见